哥哥猫又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奉献给我的老哥们 那你看这天周公子和刘汉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的这个顺畅县 有一个这个造石矿要对外承包 这个矿的名字叫宝山矿 那么你看当时他也是通过朋友 找到了矿局的一把叫李小飞 那当时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刘汉也是非常大方 直接给小飞就拿了50个打不留 这李小飞这边直接说了 刘总周总你看 这必定是朋友接着来的 我能帮忙啊 则帮忙 要钱的话不就显着外头了吗 钱赶紧收回去 当时刘汉说啊 李旅长 我刘汉为人啊 就是这样 我不管事能不能办成 我刘汉竟然想跟你交朋友 这钱呢你就拿着 只是呢 一点点小意思 事成之后还会有呢 更大的报酬 李小飞看刘汉也是财大气粗 当时啊把这50个W就给收去了 那你看正好啊 第二天呢也就到了这个竞标会了 各位啊都把资料往上一地 跟刘汉坐在一排的 还有一个刘汉的枪有劲对手 谁也就是吉安集团董事长 徐杰 这徐杰在顺畅县呢 也是牛逼的人物 哎呀就是谁都给点变的 这徐杰这边看了看刘汉 刘老板 赵老板 看来你们两个 是我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啊 这边刘汉说啊 徐老板 前面就是大家赚 无论这次我能不能成功的 我都希望跟你交个朋友 刘汉一直想跟徐杰握了握手 这个徐杰连手都没有伸 直接跟刘汉说 刘老板 赵老板 你们不要把这次这个竞标啊 太在意 就当玩了 刘汉这边看了看 是吗 刘汉说 看来徐老板是志在必得了 不是志在必得 我是必须拿到 那么你看当时 谁都不在意了 随后刘汉呢 就回到酒店了 那你看当天晚上 这李小飞啊 就给刘汉打了个电话 这边刘汉一看 李居然 我们在酒店呢 你过来吧 当时李小飞来了之后 把这50个W就给了刘汉和周公子了 这边这周公子一看兄弟 啥意思啊 周老板 这钱呢 我不能收了 这个忙啊 我可能帮不上了 当时汉哥这边一看 怎么还帮不上了 彪不是已经送上去了吗 彪虽然是送了 但是我听说 吉安集团也插手了 如果吉安集团又插手的话 我觉得啊 这次啊 咱们胜算的把握 几乎为零 刘汉说 他这么牛逼吗 不是这么牛逼 是非常牛逼 当时刘汉说 没事啊 那个钱你收着 我们呢 能不能成功的 这都不要紧 你把钱收着吧 就动的 李小飞啊 把这钱收着 回头啊 也告诉刘汉和周公子 你们不要乱走 在酒店里边啊 还是比较安全的 刘汉当时和周公子呢 也并没有相信他的话 因为到了顺畅县了 得去玩一玩嘛 就在啊 当地一来娱乐会所啊 在这块玩的过程中啊 直接徐杰的兄弟 徐荣啊 带着20多人呢 就给刘汉和周公子 包括孙超 天仙伟和邱德峰啊 5个人啊 他们直接给围上了 那你看邱德峰和天仙伟 为了保护刘汉和周公子 也是受了伤了 几个人被他们是一顿棒揍 而这个徐荣 还对周公子和刘汉说啊 你们两个外地的美老板呢 也赶到他妈的顺畅县来保美矿 赶紧离开顺畅县 然后呢 能保你们一条性命 如果你们要再执迷不务 再对这个保山矿 寄予一些个不好的想法 下次来要你命 这边周公子说行 看来你好猖狂啊 我不是猖狂 这是实力的象征 随后徐荣啊 带人就走了 这边周公子马上跟刘汉说 让你递得过来 这边刘维啊 你看马上就过来 这个时候刘汉说 周公子虽然说现在是刘维 往这边走 但是我觉得咱们在这块办事 还得认识一些大的领导 周公子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要不要咱们结识一下 当地的书间 哎呀 那你看谁能给咱们引荐呢 找一找矿物局的一把李小飞 让他给引荐一下吧 咱们大手笔 直接给他拿100个W 那你看这边这个李小飞啊 也算是帮助和刘汉的一个忙 帮助他引荐了 当时啊 顺畅县的一把李书间 李书间他们在酒店呢 就见面了 这边周公子当时呢 就给李书间拿了100个W 李书记这边一看周老板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这个时候周老板说 李书间啊 这是一点点小意思 你放心啊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包括李局长之 李局长呢也熟了 你放心 拿着就OK了 什么事儿都好说 这个时候李书记说啊 你们两个是奠系着保山矿的 是吧 周公子说别别别 李书记啊 咱们交朋友跟矿没关系 就是单纯的想跟你交个朋友 这边李书记说行啊 那就这样吧 我回家还有点事儿 李书记拿了100个W啊 那你看随后就走了 那当时这边周公子 和这个刘汉几个人啊 跟李局长在这块吃饭去 这李局长啊 还问刘汉呢 为什么你不把耐揍的事儿 跟李书记说呢 然后让李书记找刘善门 给他们处理不就完了吗 他收了你的钱了 他肯定会给你办事儿 周公子说啊 咱们刚给你拿钱 就找你办事儿 这不太好吧 以后再说吧 耐一顿揍就耐一顿揍吧 哥猫 那你看刘伟赶到之后啊 当时的几星人啊 就准备啊 去找这个徐杰去 因为啊 你打我了 这边周公子说 别别 咱们先别找徐杰之前呢 先抱一下刘汉几个人 看看刘汉几个人 能不能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他处理了 咱们就不去找了 他不处理 咱们再找 那你看很快 就跟顺畅线的刘汉几个人呢 当时了解这个情况了 顺畅线刘汉几个人 一把裴局长 当时给出的答案就是说 你已经被揍了两天了 如果你们真是被打了 为什么 两天之前 你不暴力上门呢 两天以后才暴力上门呢 为什么 什么原因 这边周公子说 两天之内 我们一直在医院住院 你在医院住院 连个电话都不能打吗 你们这纯属是子虚乌有 然后直接输入了 不予立案 这边周公子说 行了 看来你们就是这么办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那么接下来周公子和刘汉 会做出怎么多疯狂的事情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述 故事尬嘎精彩 给老弟讲个红鞋 老弟给你爆全肉的老哥